十年 追求卓越 为未来夯实成功印记 2005年元月8日 成立起航于中国隋州 2005年8月初建厂房 占地56亩 厂房面积不足2000平方 2005年60多名员工 产值800万 纳税34万元 出口创汇30万美元 2006年 公司开启第一期投改扩建工程 随后完成了97扩建工程 2014年 公司总资产20亿元 占地1000余亩 员工8000余人 建厂抽期 厂区还是一片荒芜 经济重生 陈总带领我们 艰苦长夜 办公 住手 都是在简陋的工棚的 但我们 弹机奋战 抓劲斗 抢收斗 在短时间里 就建好掉一期工程 后来公司投产了 但规模很小 技术水平和产品知名度不高 陈总每天压力都很大 辛苦地在武汉 北京等地辗转 向专家请教 在陈总的代理下 公司产销很快走向正轨 踏上飞速发展的道路 短短十年 成立发生了翻天的巨变 从2005年的60名员工 800万元产值 到2014年 7000名员工 21亿元产值 从2005年 占地面积56亩 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 到2014年 占地面积1000亩 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 从2006年 产品拓展国外 到如今的 产品出口 便集世界30多个国家 10年累计创汇 达3.2亿美元 成立人 一步一个脚印 创造了产值连续10年 保持25%的持续增长速度 从一个微小型作坊式企业 发展到大型现代化管理模式企业 用成立人的梦 湖北省科技厅评委 高新技术企业 党委被湖北省省委组织部评委 全省非公有制企业 双强百家党组织 省委省政府授予公司 湖北省优秀民营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入围 湖北省民营企业100强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成立威牌洒水车 被认定为湖北省名牌产品 成立威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作为一家大型汽车制造集团 成立担当着改变中国专用车的重大使命 成立集团旗下的成立专用汽车 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有重要份额 拳头产品有 各类洒水车 垃圾车 吸污车 扫地车 油罐车 化工车 轻账车 高空作业车 消防车 随车调 冷藏车 香室车 压力容器 公路养护车 平板运输车 等各系列八百多个品种 是国内同行业中产品品种最多 生产资质最全 生产设备一流 检测手段最完备的专器公司 公司现拥有大型生产设备两千多台套 检测设备二百多台套 其中部分加工中心和生产流水线在国内国际均处于领先水平 公司现有总资产二十亿元 占地一千余亩 员工八千余人 其中技术类人员五百多人 技术工人两千余名 公司通过专业职业技术培训 每年向社会输出各类汽车人才五百余人 是国内专器领域名副其实的孵化铸掌型企业 在专用车类 公司通过了ISO 9001-2008质量管理 ISO 14001环境管理 OH 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等体系认证 3C强制性认证 GGB 9001B-2009国军标认证和保密认证 汽车节能环保认证 汽车免征认证 取得特种专用车生产许可资质有 A2、C2、C3压力容器、随车起重机、汽车调 国家武器装备科技生产资质 公司有10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 获得国家专利 其中车载式污水净化处理装置 公器照明消防车等项目 获得科技进步三等奖 有840多个成立微牌产品列入国家公告目录 公司拥有企业自主经营贸易进出口权 并取得美国机械工程师阿斯米认证 欧盟协议ADR认证 在国内外设有10多个外贸部门 产品大量出口 越南、朝鲜、老挝、缅甸、马来西亚、 埃塞俄比亚、苏丹、甲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伊拉克、萨尔瓦多、新西兰等国家 公司拥有5个全国第一 环卫车销量全国第一 轻型专用车产销量全国第一 第一家一次性通过国家A2、C2、C3三类压力容器验收取得生产资质民营企业 第一家一次性通过低速货车整车资质验收企业 第一家通过消防车国家新标准验收的民营企业 同时也是全省唯一拥有随车起重机生产制造资质的企业 公司在2013年投资3.6亿元进行专用车产业化技术改造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建成了洒水车 环卫车 油漆涂装三条全自动流水生产线 改善了生产环境 降低了生产成本 大大提升了产品品质 公司特别注重厂区环境之力 规划布局已形成四送四横格局 并先后投资大量资金 进行美化 量化 绿化工程 成立已建成了公园式工厂 企业技术水平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得到提高 公司建立了湖北省企业技术中心 拥有90多名技术研发团队 并与知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 共同研发技术含量高 功能齐全 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成立公司坚持每年进行一期 新产品和传统产品技术改造 升级项目工程建设 从市场考察 论证 立项 设计 土建工程建设 到产品批量投产 已经进行了九次工程项目建设 公司具有强大的技术资源优势 一千多人的销售团队和优质客户资源优势 先进的管理资源优势 雄厚的资金资源优势 多元的产品种类优势 这五大优势并驾齐驱 共同奠定了企业发展的坚实基石 环卫车系列连续三年取得全国产销量第一的骄人业绩 十年企业靠管理 百年企业靠文化 忠诚 敬业 责任 超越的企业精神 已经融于成立专器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思想教育 业务技术培训 生活关爱 成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基本内容 在这里 定期组织员工开展管理能力 操作技能 销售业务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成为员工提高整体素质的大课堂 在这里 人性化的管理和谐温暖的氛围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激发着成立人对工作的最大热情和信心 是员工最温暖的家 劳动竞赛 文艺会演 成立知心评选 成立风采人物推荐等各类活动 像一阵阵春风吹开一张张蓬勃朝气的笑脸 公司把员工福利和社会责任作为义不容辞的担当 纳入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开展福威济困 爱心捐助 城乡结队共建活动 将爱心回报社会 城义为我造平台 我为城义添光彩 在这里我们不断进步 做更好的自己 在这里涌现出一大批爱场儒家的 爱港敬业工作业绩突出的劳动模范 先进生产工作者销售精英 他们都是成立最亮丽的名片 未来 城义将大胆提出新构想 新思路 新举措 新对策 公司将加大A2 C2 C3压力容器 多功能消防车 节能型专用车的开发生产能力 散装粮食车 干混沙江车 养风车 舞台车 宣传车 流动售货车 重型随车调 水泥泵车 药品运输车 新能源汽车等 在公司的重点投入下 正在蓬勃发展 部分产品正在全方位占领国内国际市场 迈着坚定的步伐 成立人 成立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前行 打造百年成立 不仅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 而是每一个成立人在践行的标准 让成立微品牌享誉世界 让成立精神不断传递 在这里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朝着共同的目标 义无反顾的 前进 前进 成立集团的发展 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成立一直为打造中国汽车 特别是专用汽车龙头地位而奋斗 我深信成立专起的复战 必将推动中国植草新警战 新头部成立专起 一定能让中国植草相应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